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在公事的立场想的话 党政军退出媒体 当然是一个极定的政策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媒体工作者出身 媒体工作者什么都不怕 就怕黑手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岁月 就是说我的稿子有人要改 我的稿子有人要看 我播出的内容我自己很满意 有人不满意就不能再播 这真的是很糟糕的这个经验 可是站在朝委会的立场来讲 今天我们这不是收视率的竞争 也不是所谓的这样一个 牵扯到很政治敏感数很高的 这样一个新闻性的节目或是内容 我只是想服务更多的桥界 我只是想把我们的想法 透过无远佛界的电子的频道 跟数位的内容 可以让远在天边的台湾乡亲 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事 所以两个人其实 我觉得你们两个在各说各话 都没有错 我也很认同林总监经营媒体的这样一个方向跟理念 我也很钦佩公事的这个同仁 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很多公事的好朋友 其实大家都很怕 大家现在最怕什么 最怕你要讲说我们是民进党 大家好像觉得说过去 这个好像是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因为这个人事的问题 然后呢八年之九 有很多人都是过去八年所聘的 大家觉得说好像是他们就属于绿的 那当然站在我的立场上讲 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了 但是台湾就这么一回事嘛 台湾一方面民粹 第二方面啊 意识形态挂帅 所以呢媒体的工作者啊 那这个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表态了 例如有台就讲 我们这个台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种就是完全不讲话啊 然后很怕被别人盖大帽子 这是公事的下一个很尴尬的情境啊 公事未来何去何从啊 我相信不管是立法院 不管是民众 不管是公事 董事会本身 或是所有现在 今天来练习的同仁 我想每个人心中会想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应该要起更多的这个共事 那怎么样 我的个人的看法 怎么样还有更高 更高超 更这个 一个 一个角色 一个定位 怎么样呢 来带领台湾的媒体 走向一个 更落实第四权的一个 媒体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样去提供更优质的节目 所以刚刚就算是蔡黄狼蔡委员啊 他也很多所肯定 那我自己本身呢 虽然我看电视时间真的不多 但是 只要有人说 我看公事节目 大家都不会觉得说你是属于 跟随着意识形态 或是跟随着色三星啊 所谓的媒体 收集的挂帅的这样节目去 去这个盲目的去跟随的这样子盲目者 所以乔委会我们在 我们在外交委员会其实做了很多次的决议 我们我们希望 既然乔委会现在跟公事合作 我们就希望你们两方面有共事 可是我看了乔委会给我们的公文啊 那公事的回答啊 我觉得 基金会因 独立自主经营不受干涉 你们又把人家讲都是干涉 我倒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有点 有点双方都不在一起 所以今天因为签得到什么 签得到我们立法院在主管预算的部分 在审核的部分 那在明年度啊 目前是暂时冻结 暂时冻结的原因是因为 有很多的委员会觉得说 如果你们两个都没有一个共事的话 为什么这个预算给你们呢 那还不如就回到之前大家来招标嘛 那招标的话又碰到您刚 那个总监您所讲的后果 很多很多电台呢 想说反正这个钱不赚白不赚 这不得家好赚 找一区 这个 随时standby的工作者 很粗糙的最后节目交差了事 一样 一样的状况又回到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站在我的立场啊 我还是希望公事可以继续提供 优质的电视节目来给台湾的乡亲来看 可是我觉得说今天碰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就说你们两个一定要共事 你们没有没有共事的话 这个预算啊站在委员会立场我们真的编不下去 那因为因为你要拿党政军退出媒体这个帽子来来来来来来弄的话 那乔伟会讲说我今天不是我现在是政府的单位 可是我今天站在服务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大帽子来限制我们的的观念想法 更何况他们还有一个利器 他说海外事情谁比我们更懂 海外遍布这么多的这个桥界 有这么多的桥社的这个代表 有这么多的桥委员 有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派出在外国的这个我们桥委会的代表同仁在 他们也很了解当地的需求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你们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不难谈吧 我觉得两个都是我的老朋友 两个应该应该不是属于那种啊 这个剑拔弩张的状况啊 好不好总监怎么样 事实上 谢谢委员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事实上我们公司在做节目啊 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三个月开支工作汇报 桥委会给我们建议说这个节目好 我们基本上我相信绝大部分我们都采纳 那有些节目桥委会建议的 甚至我们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去议才买到那样的节目 那我们之所以觉得希望预算在公司的理由就是说 我们觉得这个定期验收这个状况 站在公共电视运作是觉得蛮奇怪的 如果不要有定期验收这个字眼 而是随时的开会随时的掌握节目的脉动 对我觉得那样就会好很多 事实上桥委会一直很重视的文宣短片 因为节目本身我们七成二是向各台购买 我们是买台湾最优质的节目整合在一起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总监你觉得过去你跟桥委会的接触当中 你有发现桥委会有用政府的力量来压你 来要求你一定要播什么节目 基本上我们都是接受建议 那我们有强调就是说 所以态度很和善 对我们我可以讲说我们彼此算是沟通的不错 但我现在讲的变成是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 比如说文宣短片 公共电视这三年来完全依照桥委会的期望来排播 委员长 我们完全没有做任何 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宣短片 只有我们桥委会自己去的两千万 一亿这个五千万我们都没有注水的余地 其实啊这个他们很专业啦没有话讲啦 但是他们要买什么片子啊 我们啊 所有撒家心都建议这样子好不好 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说建议啊这个桥教多一点好不好 那个桥商的文教多一点好不好 他觉得很好 但是他就一句话没有钱 其实啊零级开始啊 如果我们桥委会啊 被了这么多人在公司 经过我们桥委会啦 被这么多人的话 我们从零级开始 我们提出我们的要求 你们来做看看 做得好 大家拍手做不好 你说哎 委员长你做得不好 这样子不好 你下台 好委员长 我想你们两个答复 其实就跟我们当初所想的一模一样嘛 对吧 桥委会也没有黑手嘛 桥委会也不可能有黑手嘛 我们了解的委员长也不可能把有有所谓的这个黑手嘛 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嘛 为了侨胞好嘛 为了宏观好嘛 为了服务侨民好 为了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做事的这个内容 还有我们公共电视所这个专业人才所制作的节目品质 大家可以这个肯定嘛 都是一样的目的 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沟通的问题 我不希望立法院介入到这个事情 我坦白讲 立法院坦白讲太敏感了 如果今天一样假如做成决议 比例 吴委员长决定百分之多少 林总监决定百分之多少 这样也不对 好不好 所以呢 我看来 我觉得双方还是要有沟通的这个条件 好不好 你们做沟通 那立法委员 我会针对你们两方所达成的共识 但到现在为止 我看不到共识存在以前 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实在是很难 去要求这个预算 再尽速通过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不管是朝银协商 或是约会的三读 我们都还有一点时间 我希望两方还是可以在私底下 多接触 多了解 好不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